水下逃生魔术是怎样做到的 看完你也可以 魔术师双手背靠 身上带着100斤的钳球 他跳进装满水的密闭水缸 用四把大锁锁住顶部 这下他该如何逃生呢 眼看已经过了10分钟 正常人在水下早就憋死了 此时助手也开始面露不安 急忙叫来安保 准备强行开锁 可就在这时 魔术师竟逃了出来 憋气10分钟在逃生 这魔术的轨迹该怎么破 其实魔术师的嘴里藏着钢针 能轻松打开手铐 顶部虽然被铁链上锁 但链子没有绑到所有区域 其中的方块可以打开 再套用逃生大师胡迪尼的伎俩 等观众以为他逃生失败时 再缓缓出现 魔术可以瞒天过海 那如果用魔术杀人 是否能骗过侦探的眼睛 三个魔术大师师叔同门 他们邀请福布柯南到拾木家吃饭 静香准备表演魔女复活 当作见面礼 那柯南当然也要回离米花套产 大雄带着蓝叶参观二楼 走廊狭窄又幽暗 大雄开灯却没有反应 突然整个别墅停电了 楼下的黑机默黑找到电闸 他推开电闸 一声尖叫随即传来 三人瞳孔地震 那是怎样害人的静香 原本空无一人的走廊 凭空出现一具尸体 静香的身体已经冰凉 至少死了半个小时以上 让尸体瞬间出现 这不就是大便活人的魔术吗 那两个魔术师肯定脱不了干系 但巧合的是 胖虎当时并不在场 案发前后 他在楼下睡觉 停电时 师母和他在楼下房间 如果把胖虎排除在外 那现场只剩大雄 腹部推断 大雄是趁停电的空隙 将尸体偷到走廊上 在来电前回到蓝眼身边 毕竟当时黑灯下火 大雄想行动简直轻而易举 我想不太可能了 提出反对的竟是何叶 他声称 当时他和小蓝很害怕 一直抱着大雄没放 抱着没放 为什么 管不了了 大雄今天必须当严重 何叶再次抱着大雄 这姿势 确实不可能去搬运尸体 所有人的嫌疑都被排除 案件又陷入死局 好在 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楼下花府的枝干被折断 周围也有脚印 而花府正对二楼窗户 旁边就是后门 凶手很可能行程后 跳窗从后门逃走 黑白霜上还发现 走廊旁的资料库一片狼藉 似乎是遭了强盗 不过胖虎说 里面也没什么精英财宝 都是他们师父收集的魔术刊物 但值得一提的是 里面还放着 连师母都不能看的魔术笔记本 而在五年前 就有人寄觎这本笔记 据师母回忆 师父每年都会邀请陌生人 来欣赏凭空出现圣诞树的魔术 有一个人趁机偷过笔记 只记得他一头黑发 留着胡子 总是戴着帽子和墨镜 所以根本就不清联 听着有限的线索 警方还在毫无头绪 但这边的大阪黑妻已经懂了 肯定是强盗又来偷笔记 但不小心被镜像撞捡 所以他就杀人灭口 为了能顺利逃走 他破坏了电闸开关 然后在资料库伺机而动 一等到停电时 他就立马搬出尸体 然后从二楼跳窗逃走 啊对对对 木木警官极度认同 立即下令找出抢盗 接下来就是警察的工作了 不不可难可以一边两块了 木木关上门窗准备下班 突然 黑白霜上眉头一皱 没错 他们又懂了 同时 木木又懵了 下注下注 买进离手 家人们 你们猜猜谁是凶手